大批男女老少身穿日式藍色傳統祭典服飾 頭綁條狀布巾不斷吹奏音樂 替扮演武士的小朋友伴奏 這群住在日本宮城縣女穿廳的民眾 要用最熱情的歌舞 歡迎從英國遠道而來的威廉王子 英國威廉王子在四天訪日行程的最後一天 前往日本三一一重災區宮城縣參訪 了解震災當時的慘況 更替當地民眾敲響希望之中 祝福他們能早日走出傷痛 只是威廉王子所到之處 彷彿變成偶像見面會 尖叫歡呼聲此起彼落 許多婆婆媽媽就算帶著小孩 也顧不得形象 想再靠近一點一親王子的方澤 28 後威廉王子和日向安倍 一同前往另一個311災區輔導探訪時 更是搶盡風采 他不但和小朋友互動親切 還用玩具球大秀雜耍絕技 逗得小朋友好開心 威廉王子的平易近人 不但讓民眾感受到 日本皇室所沒有的親近感 更有媒體認為這股威廉熱 十分接近30年前 他的母親戴安娜王妃訪日時 所刮起的旋風 結束四天的訪日行程後 威廉王子將在1號晚間 搭機前往大陸 這也是繼1986年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以來 首位前往大陸參訪的 英國王室成員 只不過這次凱特王妃並沒有同行 讓許多英國王室粉絲感到些許的遺憾 記者維安君綜合報導